关于踩到那方 我们的大传空了呗 关于反身一刀屁死了 这一波小路立功啊 他直接把鱼 AG超完会被LGD临风 提前准备B组争夺战 赛后现场的粉丝心态崩了 在采访教练中大声高喊 换人 大家好我是成吉 成都AG超完会的教练吧 在喊换人若凤 最近很流行一句话 三天不吃饭只为这一战 现在看AG的比赛真的太下饭了 第一把就直接上大菜 很多人都预料到了 一安的老夫子会稳定送出一血 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一安被击杀一次之后 就打得非常迷茫了 队友都在塔下倾线 张良视野都还没路 他还敢一个人走奈何桥去探草 直接被张良捏住 急火秒杀了 走奈何桥不被摁吗的话 早死吧走奈何桥 对我直接要开了 又被摁到了 被迫过节了 你的安皇你一起死亡了 队友正常是能击 一安连续掉点暂且不说 就连基本的操作都变形了 现在把所有目光都聚齐在安皇身上 在红去的这波团战 张良的大招被打断了 AG这波其实是可以打的 但是一安这波操作惊呆了众人 想闪现越强捆关羽 结果又制造了一个笑点 这边打断了 看他怎么捆 关羽踩到了后方吧 干嘛 找不到大闪 哎呦我 这波小洛丽光 干嘛呀 你来呀的 小练小练 四六开了的局面 又针对王黄是蛮黄 黄金的大方 关羽进场 关羽踩到了后方 这波小洛丽光啊 关羽反身一刀屁死了 这波小洛丽光啊 他直接把鱼姬和大条 已经到的位置全都割开了 对 拦路一刀 可以吗 听一下柚子哥的 听一下柚子哥的 我们是专业的 对我能跟 当然问 随后在14分钟的这波 凯金草在他面前 这也能大空 真的已经吃饱了 找你们安皇要动手吗 安皇 我又生了 老不大刀没中了 这么开了 我受不了了 安皇你在搞什么 感觉AG的人也太好抓了 Kat的张良总能找到脱节的人 最后一波团战 一安终于出手捆到了凯爹 但LGD的配合太好了 小乔直接闪现2技能吹起三人 把AOE伤害打满了 关羽再从侧面进场 AG的人瞬间蒸发了 小春的药对着墙一顿输出 这真的是没眼看了 第一把就让大家吃饱了 一安的老夫子打出2.2的输出 放在整个KPL也是相当炸裂的 第二把小春直接掏出绝活露娜 但是绝活开局就直接被单杀了 把小洛的夏洛特养得很肥 已经没有人能管得住了 随后AG一直围绕着夏洛打 虽然打回来些优势 但是夏洛特出山之后 进场一波就把AG打炸了 夏洛特甚至追到水晶把伊诺击杀 自己在潇洒离去 LGD拿下双文会之后 赵怀真一个大招秒掉了首约 苏烈的大招再打飞了三人 LGD的团战真的是美如画 最终在12分钟一波推掉水晶 小洛连续拿下两把MVP 这真的是对抗物件为打击 AG被打得太惨了 在语音中张角都开始为AG加油了 OKAG LGD加油 第三把LGD想用露娜教学 开局AG三人进野区 被Cat的鲁班大师闪开了 野斧直接被留下 要进野区 但是三个人 进四个人的野区 好了 被动到了 老子是不是瓦特了 瓦特了 老子是不是瓦特了 大哥 你们 你们带着 带着伊洛去入侵行不行 我 说实话 我觉得 我觉得三皇去入侵 我真的很慌 兄弟们 你带着伊洛去入侵行不行 随后一安终于迎来了一波高光操作 把露娜给单杀了 不过并不影响比赛的大局 下竹的东皇出现多次脱节 咬的位置很深 队友都没法跟伤害 再比赛十分钟 AG两人想抓露娜 但是那可露露打一套秒不掉 被赤诚的露娜直接秀了起来 反吸两个 接链子过去 下游都这里正面拍死了 要被反打 我们的那边还没死 再拉 然后自己吃了 赢这那个满大 看一下伊洋在后方 扛不住了要倒 LGD瞬间打出一波一换三 最后一波下竹的东皇响咬鲁班 结果交了闪现也没吸到 只能被破咬一个露娜 但是队友被吓好给牵制住了 双方一换一之后 LGD四打四强行一波拿下水晶 这真的不是一个档次的比赛 LGD拿下这场比赛之后 也锁定了一个SA卡位赛名额 另一个名额大概率是广州TTG 而AG需要去打AB卡位赛了 以他们目前的状态去打BO7 感觉也很难打过 输了就直接放假准备下节赛吧 大家觉得AG会掉到B组吗 我们下期再见